好,來到第六場,3T次關 這場賽事是非常難的一場賽事 那麼 亂局,簡輕榜,師傅教 藍天兵馬上要怎樣拋,我們看看影片 藍天兵馬,遠途留在尾尾位置 你看到前面的燈淡精英那些,灰馬仔 這隻藍天兵馬,現在進直路的時候 蘇兆輝離到內蘭,追上來 看看他有沒有塞 跟著尾的動力,旁邊有位,打上來 嘩,檢查了檢查,再走內蘭,衝上來 那天其實是很利放的 相對利放,另一個傷法就是不來追 其實他虧了一個逆追的偏差 都跑得不錯 好,這次田泰安,我想這隻馬適合他爆發 但是C加3,不可以這麼洩 希望他早段賣到二疊 即是轉彎,不要飛三疊 只留著一段 看我能否忍到最後才衝上來 那他41分出王牌,我覺得他也有點心意 即是不未必是一滴落斑 另外,火百合,這次就用到雷神 我自己覺得上次又跑去放頭是混吉的 這一馬 根本就不是放頭,也是快步速 放得很快,快斷 那我自己覺得 即是 可以原諒他一遲 這次雷神,我希望他放得好些 不要跑去整天噴了,阻斷他 第三選擾就是特先生 今天這隻馬,我也是更近害 上次是有點失望的 已經只有第四個場 但你試後看回水準,一點都不差 上來1400,我想都是遲早的事 因為他試菊草一千集那些,試得好 上1400,可能適合無頻跑 所以這場賽事,藍天兵馬,火百合,德先生